2010年的某天,一名留法女博士在广济寺剔读出家 沐鱼生生,青丝分落,她的心渐入成名 当大夫就是最好的菩萨心 为了能让她留在城市,她的父亲这样劝她 可她只是眼睛低垂,什么也不说 她为何出家?是感情受挫,还是... 没有人知道原因 就像没有人知道她出家以后 为什么会以血为墨书写经书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1972年,一个女孩降生在陕西西安的一户中医世家 或许是她天赋异禀,也或许是耳濡目染 她四岁学中医,九岁即可施针救人,被人誉为神童 但只因她看到了太多生死 她12岁那年,在别的小孩尚不知忧愁为何物时 她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她一次次问,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 她自己也不能 因为无解,因为想知道 这些问题成为缠绕她的魔障 让她不仅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还有一种寂静要死的窒息感 这样糟糕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的秋天 她随父亲去广州,去光孝寺之前 那天,她随着人流走进了光孝寺 光孝寺里,本患长老正在做皈依法会 懵懵懂懂的,尚不知皈依为何物的她 皈依到了本患长老的门下 有了皈依症,有了法号,养力 皈依以后,她开始学佛,吃素,打坐 她的心就这样,莫名安静了下来 不仅安静,还有紧闭的窗户被打开的祸了 那些曾死死纠缠于她的问题 随着窗户打开也消失不见了 她终于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学医,上学,到法国深造 在法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谁都以为她的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铺直续地走下去 包括她自己 但是2003年,她从法国回来 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 遇到了一个人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医成长老 因为颈椎锥肩盘突出 来她所在的医院治疗 作为这方面的专家 养力走进了医成长老的病房 她步履亲见 她不知道她将看到的是她余生都认为的佛 她正在渐渐走进佛 颈椎锥肩盘突出 这种病会让病人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疼痛会让病人忍不住眉头紧皱 露出一副苦不堪言的模样 可医成长老她没有 养力后来这样回忆她和医成长老的初见 虽然她是一个病人 但她给我的感觉却很安详 尤其是她的眼神就像婴儿一样 那种清澈的感觉 瞬间就把我射受住了 我想我要是能成为她这样的人多好 因为病人和医生的关系 医成长老只要不舒服 都会找养力给她治疗 时间疏忽而过 转眼间两人认识已七年 七年时间的接触 七年时间的潜移默化 养力的心因为医成长老也在发生着变化 她想出家了 不是一时冲动 她把想法告诉了医成长老 医成长老没有诧异 也没有问她缘由 只说了一个字 好 但出家非儿戏 医成长老虽说好 却并没有马上给养力举行剃度仪式 只是每隔一个月 她就给养力打电话 问养力有没有改变想法 养力每次都回答 没有 一连问了几个月 在确定养力内心的笃定后 医成长老在广济寺 给养力举行了剃度仪式 那天 养力头上的青丝分落 她的心随着繁衣 渐渐进入成名 她感觉自己回家了 一颗游荡在外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处 她欣喜 她脸上忍不住露出笑 单纯的 没有羁绊的笑 她希望就这样 永远陪在医成长老身边 在庙里 看书 写字 打坐 偶尔神游 这样的生活 她认为是惬意的 即使偶尔 她会听到有人说 她浪费了三十几年的所学 她出家 是对家人不负责 可什么是浪费 什么是负责 人生一世 难道不是随心吗 也许是 但又不完全是 一天 禅宗大德 虚云禅师的弟子 圣一长老 先是找到养力 之后又找了师兄 一成长老 他希望 养力能去宝基寺 重振宝基寺的 曹洞禅风 宝基寺 中国佛教禅宗 五大派系之一的 草洞宗祖庭 1200年前 由佛教禅宗弟子 本济禅师所创 曾一度达到鼎盛 但清初以后 渐渐衰落 到了1969年 更是殿余被毁 禅宗祖庭被毁 佛教中人 都是不胜唏嘘 可时代在那儿 即使有心 也是无力 直到20世纪末 因为一成长老的奔走 呼吁 杨昭先生的大力资助 宝基寺才得以重建 妙有了 可本济禅师创建的 学术体系 草动法脉呢 没有这些 庄严的祖庭 就如没有灵魂的壳 而杨丽 她的学识 能力 以及对事物的执着 让圣医长老 和一成长老相信 她能够给祖庭 重新注入灵魂 可杨丽 不想去宝基寺 她知道 单起希望 就是挑起责任 而挑起责任 等同于失去自我 失去那个随心随意 悠然快乐的自我 而这个自我 是她刚找到的 对她的拒绝 一成长老就如 杨丽当初说 她要出家一样 不诧异 也不询问原因 只让她自己想 让她跪在自己跟前 发心 佛教里 树立修行的意愿 誓愿为发心 跪在一成长老跟前 看着师父脸上 少有的严肃 杨丽不由想到 师父无论处在 什么样的环境 都未曾放弃过向佛之心 想到自己第一次 见到师父时的想法 也想到出家以前 自己在李时珍故乡 发下的宏愿 从今往后 便是佛门弟子 不但聊世人的辛苦 也要开始 医治人们的辛苦 现在呢 无论是世人的辛苦 还是辛苦 于她 好像都不再存在 她出家 现在好像只是为了逍遥 只是为成全自己 看着这样自私的自己 杨丽深感羞愧 她答应了两位长老 去宝基寺 她跪在师父跟前 诚心发愿 继承师父一波 恢复祖师道场 重新草动禅风 可愿好发 事难做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都不想又于他人 又于规矩 尤其女众 就如杨丽所言 情绪容易受波动 就像水泡 一生一灭 无有定性 容易在修行的路上 迷失方向 杨丽到宝基寺第三年 生作为方丈 生作为方丈的那晚 杨丽辗转难眠 她知道 她未来的路很难走 虽然对宝基寺的发展 她内心有明确的方向 也知道该如何进行 但她不知道 有的是她做了 自己受非一无所谓 会不会让宝基寺陷入不堪 发展受雇 可既已发过心 答应师父重新宝基寺 前方的路即使难走 杨丽知道 自己也不能退缩 只能走下去 况且 退缩也不是她的个性 就像她说的 女人如水 但水也要有 非流直下三千尺的勇气和果决 重新宝基寺 第一步是挂起曹洞宗中板 挂起中板 才能被称之为 禅宗寺庙 中板是号令 但在很多人心里 也是一尘不变 是呆板 现在僧尼 能接受严苛的寺庙生活吗 杨丽不知道 她只去做 每天凌晨3点45分 万物尚在沉睡 宝基寺的钟声就已划破夜空的宁静 僧尼们也陆续走进大雄宝殿准备上早课 每天这个时候 他们总能看见杨丽法师早已神清气爽地站在那里 农禅是禅宗不可少的修行法门 杨丽是医生 没有做过农活 但她并没有因此对农禅懈怠 而是跟着僧尼不断学习 如今她夏天插秧 头戴草帽 袖口卷着 裤腿挽着 腰弯着 头不抬 几分钟的功夫就能插完一排 且这一排就跟用标尺标的一样 都在一条直线上 收割水稻也不见她用绳 只见她一缠一绕 就是结结实实的一小捆 动作娴熟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从小就干惯了农活 这些是禅宗僧人必修的功课 是杨丽的本分 杨丽不会因为这些犯难 让杨丽苦恼的是其他 宝基寺农产品的收益 让宝基寺实现了寺庙自养 但每年端午节 杨丽还是会带四里僧尼 去附近村庄托波起食 托波起食是佛教传统 但因不适用中国以被摒弃 而且在很多人眼里 起食有低贱之感 能够自养还起食 杨丽的做法让人不解 杨丽之所以让僧尼起食 她说她的初衷是 降服比丘尼的傲慢心 慢心是修行中最大的内心障碍 慢心不调 学法无益 而且一个法师行走在路上 他内心的坚定 他的威仪 遇事表现出来的禅心 也是在表法红法 另一个宝基寺和其他寺庙不同之处 是每年杨丽都会组织两次行脚参禅 行脚参禅和坐禅一样 都是禅宗修行的法门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禅宗大德的思想不需实地参访 通过网络就可迅速获取 行脚参禅在现代好像没有了必要 而杨丽他们不仅重走玄奘经历的丝绸路 还去过敦煌 在变幻莫测的沙漠里和风沙一起穿行 去过斯里兰卡 每一次都是风餐露宿 饥寒交迫时有发生 虽然他们以超出常人的毅力走过来了 但就像有人对此景仰一样 也会有人对他们行脚参禅有所诧异 认为他们在自己寻苦 杨丽听过这些声音 但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改变自己 改变让宝基寺恢复祖师到场的决心 但杨丽是人不是佛 是人就会在遭遇误解时 不安彷徨对自己质疑 这时候杨丽会用超经调节情绪 甚至会为坚定信念赐血为墨写经 宝基寺里有一篇幅几米长的金刚经 就是杨丽以血为墨 用十个小时时间一口气写完的 杨丽认为这份坚守就是信仰 重新草动禅风 不但要坚守还要传播 就像杨丽说的 没有了传统的修学 传播出来的就不是佛教 而传播不能当代化 则有愧于佛教 行脚 托波起食 浓禅 这些禅宗传统的修行法门 虽然可坚定人的意志 但都有局限性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佛 宝基寺不仅每年举办禅期秋冬法会 开展千日禅活动 举行千人抄经祈福法会 进行网上同步直播 开设在家信仲也能参与的草动禅法体验课程 还在举办禅法活动之余 组织救治病人的一诊 奔赴藏区甘南 为所到之处的草原医生 配备摩托车和疫苗冰箱 为他们提供汽油费 在传播佛教的同时 让很多牧民接受了生平第一次疫苗接种 降低了当地传染病的发病率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派出医疗团队接诊19名确诊病例 发起保护白衣天使行动 并在第一时间将募集来的资金 大量急需的医疗物资送到抗疫第一线 同时在网上开展在线心理支援 中医咨询服务 但这些活动固然可以让一部分人认识佛 接近佛 可对弘扬传承佛教禅宗远远不够 结合女众修行的特点 以及时代需求 养力在传统农禅病重的基础上 提出了文禅病重的思想 即文化艺术与禅宗文化结合 文禅病重不但可提升僧人的 艺术文化修养 还可继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为未来传承弘扬禅宗文化 培养人才 为达到这个目的 宝基寺一方面创建 中国第一家以宗派命名的佛学院 曹洞佛学院 在佛学院开设了佛教艺术专业 另一方面从日用角度出发 将禅宗文化融入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中 比如书画作品 瓷器 日常使用的日志本 佛像 艺术台历等 但把曹洞禅法一举推向世界的 应该是2017年7月9日至12日 宝基寺举行的首届中国 曹洞宗禅学国际研讨会 那几天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代表近200人共襄盛会 此举不但将曹洞宗祖庭 宝基寺重新推向世界 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曹洞宗 信众前往宝基寺朝圣 宝基寺终于重新 杨丽站在石阶之上 看着往来的僧众 看着寺庙东侧那棵 本季禅师亲自栽种的银杏树 在经历枯萎 一成长老发愿 若有一天这棵古树 能重新长出叶子 焕发生机 就是宝基寺重新之时候 随着宝基寺的重新 重新织繁叶茂 长出新枝 杨丽想到了自己的12岁 想到了那个 置顾自己的问题 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如今 她已经有了答案 主持人来财神 监督 Й晓 监督